大家好,欢迎你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7月1日,星期一 今天是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1日成立的 那到现在呢,是整整103年了 103年的生日 百年大党,那么已经过了三年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103年,现在他的人数呢 已经将近1亿了 那么截止到2023年底呢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是9918.5万人 今天呢,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面说呢 在天文广场啊,组织了4万党员,看升旗啊 声势真是特别浩大啊,只有中国啊,才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党啊 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永远都不会有啊,在其他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的啊 因为其他的国家没有这个人口基础啊 那么只有印度有这个人口基础啊,那印度是不可能的啊 印度完全是一盘散沙啊 那么我们来看啊,关于中国共产党啊 103年的这件事情啊,我们看看美国之音是如何报道的 因为我们要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报道的话呢 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啊,吹牛啊什么的 我们就看美国之音啊,这是敌方的媒体 他如何报道呢,我们来看啊 那么美国之音呢,是在昨天的时候提前啊 提前一天发这么一个文章 祝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生日快乐了,应该说是啊 他的题目呢,是中共党员人数逼近亿人 竞争人数连两年下滑 他是不会说好话的啊 他总能找到那个负面的 就算是你连续增加啊 然后他能找到你说你增加的越来越少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怎么回事 他都说了些什么呢啊 美国之音说啊 中国共产党星期一日,括号6月30日 在七一建党纪念日前夕 公布党内统计公报 数字显示 截止到2023年12月31日 中共党员人数是9918.5万名 比2022年底竞增114.4万名 增幅为1.2% 那么你按照这个来算一下啊 就是说呢,截止到2023年底呢 是9918.5万名 还差多少就够一亿了呢 就还差81.5万人啊 就够一个亿了 就说2024年会不会有81.5万人入党呢 如果有81.5万人入党啊 那就够一亿了 会不会有81.5万人啊 那么美国之音报道说呢 根据这个共产党公布的数字哈 2022年竞增是114.4万啊 那么如果和2023年增加的数持平的话 那就肯定够了呀 但是美国之音的臭嘴说什么呢 他说啊 尽管党员人数增加 但是竞增人数是连续第二年下滑 之前啊 每一年都是这个增加 而且呢 每一年增加的数呢 也是增加的 但是呢 2023年增加的这个数呢 就比上一年少了 连续第二年下滑 那就说2022年啊 比2021年增加的数呢 也少了 那么就算它少啊 咱们算2024年增加 比上一年的增加数的114万啊 就算是少 总也有81.5万人吧 就算是81.5万人也够一亿了 就说明年年底的时候 一定会够一亿啊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党 这个一人大关了 马上就要破了 肯定会破的 然后美国之音又说啊 据公布 党员年龄结构分布上 以61岁及以上的党员 2787.2万名为最大宗 占党员总数的28.1% 30岁及以下的党员是 1241.2万名 31到35岁的党员是 1119.6万名 也就是说呢 35岁以下的党员数啊 和60岁以上的党员数差不多啊 然后呢 36到40岁的党员呢 是1086.4万名啊 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党员数呢 比60岁以上的党员数要多 这个是我没想到 就是说年轻的党员啊 比老年的党员要多 然后中间的呢 是41岁到45岁的党员 945.9万名 46到50岁的党员是 907.1万名 51岁到55岁的党员是 940.5万名 56岁到60岁的党员呢 是 890.7万名啊 也就是说呢 在40岁以上60岁以下的这些年龄段啊 入党的人数 比年轻40岁以下的这些呢 要少 是这意思不 是这样的啊 那么是中国共产党现在 很抓这个党员吗 是个人就争取到党内吗 我们来看看咱们敌方的媒体 是怎么说的啊 美国之音说 虽然党员人数增加 但是相较于上年的统计 竞争人数再次减少 根据历年的中共党内统计公报 中共党员竞争人数 在2012年到2017年间逐年下滑 竞争党员人数从2525,000名 骤降到11万7,000名 2018年之后逐年增加 到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时 暴增到343万4,000名 根据中共去年6月公布的 截止2022年底时的统计 竞争党员人数下滑至132万9,000名 当时是2018年以来 中共党员竞争人数首次逼上年下滑 今年公布的统计数字则下滑至114.4万名 新华社报道称 中共党员总数增量平稳 队伍结构持续优化 在入党情况方面 中共指出 截止到2023年底 中国全国入党申请人 2098万名 入党积极分子 1054.7万名 说今年是中共建党103周年 自1921年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已经从 一小群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成长为 仅次于印度人民党的世界第二大政党 哦原来这样啊 印度的人民党还更多人啊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啊 中共党员人数在胡锦涛时代 年平均增长2.4% 使党员人数在十年内 从6820万人增到8510万人 不过这一趋势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第一个五年任期内发生逆转 逐年下降 增长率平均只有1% 哎这个呢 就是说印度的这个印度人民党啊 比中国共产党人数 还有多啊 但是印度怎么就没有显出来 他的凝聚力呢 怎么还是一盘散沙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肯定是不行 对不对 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呢 能说党员先上吗 是不是 然后美国之音啊都开始分析了啊 说分析认为在习近平执政前党员人数激增 是因为人们认为啊 党员身份可以带来更高的工资和更快的晋升等经济利益 而近年相对减少一部分原因是猛烈的反腐败运动 使让入党失去部分吸引力 另外也因为习近平想要政治忠诚的党员提高了入党标准 他的这句话我觉得是对习近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高度的表彰 谢谢美国之音尊重现实 说实话 看来共产党啊 尤其是习近平领导以来的共产党啊 并不是说弯到篮子里就是菜啊 并不是为了说扩大党的这个规模啊 群体的人数呢 而随便的发展党员啊 而是呢 把入党的标准啊 立的很高 然后呢 那些腐败分子啊 也坚决的清除出党 这样呢 还让那些想加入党员以后呢 想谋取私利的那些人呢就止步了 印度的那个所谓人民党能做到这个吗 啊 美国的什么民主党啊 共和党啊 能做到这个吗 啊 光是为了捞好处吧 说假话 然后呢 台湾的绿营啊 更别提了 对不对 然后美国之音又说啊 说美国之音去年啊 曾经访问了一位提交入党申请的大学女生小金 谈及入党动机 小金毫不讳言 是为了拿船票的功利考量 小金直言 我不思考 总有别人就会占助这个便利 所以呢 现在大家入党也不是因为热爱 就是很功利 哈哈 你知道吗 就是美国之音能采访的啊 能是个好人吗 对不对 像这样的人啊 他入不了党 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说漏网啊 让他入党了 他也得逞不了啊 就算是得逞啊 早晚呢 也是监狱里面的干活 然后美国之音说 除了党员人数啊 中共现有基层组织517.6万个 比上年竞争11.1万个 增幅为2.2% 统计指出 中国9125个城市街道 29620个乡镇 119437个社区 488959个行政村 已经建立党组织 覆盖率均超过99.9% 这就是呢 当年毛主席啊 创建的那个 支部建在脸上的 那个指导方针 就是呢 党的组织支部啊 要建在基层 现在习近平呢 也在抓这个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啊 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素质啊 这是为什么现在啊 中国能够蓬勃发展啊 中国发展的这么快 中国让美国害怕 印度还说呢 要超过中国啊 印度你要超过中国的话 你都早超过了啊 你不是从一建国的时候啊 他还早建国一年是吧 1948年建国 建国你不是 就是所谓的民主制度吗 不是又是典范吗 对不对 印度的情况呢 严重打脸 美国所鼓吹的啊 那种所谓的民主制度 是好制度的 这种说法 现在全世界啊 都在学中国啊 都跟着中国来学啊 中国是怎么做到的啊 但是呢 他们也不想一想啊 中国从历史上啊 历来在世界上 都是最大国最强国 只不过呢 就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呢 中国呢 就在美滋滋的 享受自己的 这个小日子的时候呢 被西方啊 工业革命给超过了 如果那会儿 中国和西方 一起搞工业革命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 美国西方什么事 对不对 现在中国呀 只不过就是 恢复以往的雄风而已啊 我们以前就说呢 中国是一头睡狮啊 睡着了的狮子 现在睡着的狮子 醒来了 纵观整个的历史啊 就是中国这头狮子啊 只不过就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打了个盹儿而已啊 对不对 打了个盹儿 但是呢 你纵观这历史历朝历代啊 中国人的才能啊 总是有的 正应了那句话 江山带有人才出 对不对 各领风骚五百年 正是中国在历史长河当中啊 这个过程 印度要想超过中国 恐怕就得等着 中国这狮子 什么时候再打个盹儿了 对吧 估计中国这狮子 不会再打盹儿了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